4月28日 伟大的交换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罗马书一章16到17节 要被上帝接受 我们需要义 但我们没有义 我们有的是罪 所以上帝有我们所需要 但却不配得的 就是义 我们却有上帝憎恨并排斥的 就是罪 上帝对这种情况的回答是什么呢? 他的回答是耶稣基督 死在我们位置上的上帝之子 上帝将我们的罪放在基督身上 并在他里面惩罚他们 在基督顺从的死中 上帝成全并证明了他的义 且将他归给我们 我们的罪在基督身上 他的义在我们身上 上帝的回答是基督 我们很难过分强调他 因为一切都归于基督 你再怎么爱基督都不为太多 你思考他 感谢他或依靠他 再多都不会过多 我们所有的义都在基督里面 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 我们罪被放在基督身上 他的义被放在我们身上 这个伟大的交换为我们发生 不是靠行为 而是仅凭信心 这就是那举起重担 给予喜乐成就刚强的好消息 感谢观看